二愣子睁大着双眼 直直望着茅草和烂泥湖城的黑屋顶 身上盖着的旧棉被已成深黄色 看不出本来面目 还若有若无地散发着淡淡的霉味 在他身边紧挨着的另一人是二哥寒柱 此时正在酣睡 离床大约半丈远的地方 是一堵黄泥湖城的土墙 因为时间过久 墙壁上裂开了几丝不起眼的戏长口子 从这些裂纹中隐隐约约地传来了 父母滴滴的夜话声 家里米缸又空了 明天可一定得去买点米来 买 哪里来的钱买米啊 先去老李家借点吧 过段时间求收了就还给他 只能这样了 多亏了你那个在酒楼里当掌柜的三弟 大能人啊 给老大在镇子上找了个铁匠学徒的活 说来也是老大争气 抓住了这个机会 不但管吃管住 一个月还有三十个同伴拿 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等到正式出师被人雇佣 挣的钱就更多了 日子会越来越好的吧 嗯 总归会好的 二愣子缓缓地闭上已经有些发色的双目 迫使自己尽早地进入深深的睡梦中 他心里非常清楚 再不老实入睡的话 明天就无法早起了 也就无法和其他约好的同伴一起进山捡干柴了 沈山市 一定要给我最疼爱的妹妹 多捡些她最喜欢吃的红浆果 这边有好多红浆果 太走运了 二愣子 你眼睛真灵啊 我不叫二愣子 我叫韩丽 是我爹拿着两个窝头 求老张叔给我起的 真小气 这有什么可生气的 村里人不都二愣子二愣子这么叫你的吗 又不是我第一个叫的 再说了 我们不也是被叫狗娃二蛋的 我有点好奇 为什么非要叫二愣子 不叫愣子呢 因为村里已经有一个叫愣子的了 就只好叫二愣子了 那以后有人叫愣子 岂不是得叫三愣子四愣子 不许再拿我名字开玩笑 以后我就叫寒丽 我偏叫二愣子 二愣子 你们就笑吧 总有一天 我会走出这个巴掌大的村子 去到老张叔嘴里那个富饶繁华的世界 赶出一番事业来 到时候 再也不会有人叫我二愣子 我就是我 寒丽 中午时分 当寒丽顶着火辣辣的太阳 背着半人高的木柴堆 怀里还揣着满满一布袋浆过 从山里往家里赶的时候 并不知道 家中已来了一位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客人 段子衣服 胖胖的圆脸 留着一撮小胡子 是 三叔 三叔好 好好好 好孩子 还记得你三叔啊 大哥 嫂子 我这次来啊 其实是要跟你们商量个事 我工作的酒楼 不是普通的酒楼 它其实属于江湖中一个很大的门派 七玄门 七玄门有外门和内门之分 前不久 我正式成为了七玄门的外门弟子 能够推举七到十二岁的孩童 去参加七玄门招收内门弟子的考验 这个测试五年一次 下个月就要开始了 大哥大嫂 你们也知道 我尚没有儿女 想来想去 也就你们家的二愣子年龄合适 机会难得 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呀 江湖门派 大哥 这可是个好机会呀 七玄门是这方圆数百里内 数一数二的大门派 只要小丽成了内门弟子 不但以后可以免费习武吃喝不愁 每月还能有一两多的散银子零花呢 每个月一两多银子啊 对啊 而且参加考验的人 即使未能入选 也有机会成为像我一样的外门人员 专门替七玄门打理门外的生意 这机会难得啊 大哥 你可得好好想想 错过可惜 行 那就让二郎子跟你去吧 好 那可太好了 我这还有些银子 大哥你拿着 考验有难度 体力也很重要 这段时间 你们多给小丽做点好吃的 好应付考验 我一个月后就来带小丽走 嗯 那我就先告辞了 大哥 大嫂 留步 虽然三叔刚刚说的话 不全明白 但 我好像可以进城 能挣大钱了 一直以来的愿望眼看就有可能实现 韩丽一连好几个晚上兴奋地睡不着觉 一个多月后 三叔准时地来到村中 要带韩丽走了 临走前 韩父韩母反复地嘱咐韩丽 小丽 你要记得 做人 要老实 于是要忍让 别和别人起争执 知道吗 儿啊 出门在外 要多注意身体 要吃好 要吃好 睡好 在马车上 可爹娘再也不分开 韩丽从未想到 此次出去后 在长条形状的镇子的西端 所以过往的商客不想露宿野外的话 也只能坐在这里 午饭时分 酒楼里用饭的客人还是很多 几乎称得上是坐无虚席了 这时 从车上下来一个 圆脸带着小胡子的胖男子 和一个皮肤有黑的 十来岁的小孩 男子带着孩童 直接就大摇大摆地 进了酒楼 老韩 这个黑小子和你长得很像吗 不会是你背着家里婆娘生的儿子吧 这是我本家带来的亲侄子 当然和我有几分像了 我这侄子可单纯着呢 你们可别瞎说 小李快跟上 别听他们瞎说 小李 你在这屋里好好休息一下 养好精神 等内门的管师一来 我就叫你过去 我要先出去一下 招呼几位熟客 说完 韩胖子便转身匆忙地向外走去 到门口时 他似乎心里又有些不太放心 又嘱咐了一句 别乱跑啊 镇子里人太多了 别走丢了 最好别出院子 韩利见三叔出了屋 感到很累 便一头倒在床上 呼呼地睡了起来 竟然没有一点小孩子怕生的感觉 到了晚上 有个小厮送来的饭菜 虽然不是大鱼大肉 倒也算是可口 吃完后 那小厮又走了进来 把吃剩的饭碗给端了出去 这时候 三叔才不慌不忙地走了进来 怎么样 饭菜还合胃口吧 有些想家了吧 嗯 有点想了 三叔看起来 对韩利的回答很满意 紧接着和他聊起了一些家常变化 吹嘘一些自己经历过的去人去世 渐渐地 韩利没有了拘束感 也开始和他三叔有说有笑起来 就这样 三叔 我吃完了 你什么时候给我讲江湖故事呀 晚一点吧 你现在可以出门玩一会儿了 但是千万记得早点回来 今晚七旋门的人可能就过来了 知道了 此时 有一辆马车已经停到了春香酒楼门前 这辆马车通体被漆得乌黑发亮 配得也是不常见的百里挑一的黄标骏马 最惹人注意的是 在马车边框上 插着一面绣着悬字的小三角黑旗 银字红边 自然地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神秘色彩 这么晚了 谁还着急忙慌地跑这里来啊 你没看见在马车边框上 插着的那面绣着悬字的小三角黑旗吗 看出来什么 这面小旗 是咱这地方两大霸主之一 七旋门的标志 这旗都出动了 看来有重要人物下临本地了 怕不是五年一次 招收内门弟子的活动又开始了 只可惜我年龄够不上 七旋门 兄弟 我外地刚来的 这七旋门是什么来头啊 七旋门又叫七爵门 由二百年前赫赫有名的七爵上人所创立 曾一度雄霸靖州数十载 甚至还渗透过与靖州相近的数州 在整个越国也声名赫赫过 哦 七爵门 这我倒是知道了 不过听说自从七爵上人病故后 七爵门势力就一落千丈 被其他门派联手挤出了靖州首府靖州城 原来他们宗门是搬迁到仙霞山来了 还改了名 这仙霞山可是靖州最偏僻的地方 哎呀 看来七旋门如今也不过是个三流地方小势力罢了 话虽如此 但有句话说得好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七旋门毕竟曾经是个大门派 拥有的潜力还是非同小可的 来到彩霞山以后 立刻便控制住包括青牛镇在内的十几个小镇 拥有门下弟子三四千人 是本地名副其实的两大霸主之一 本地唯一能和七神门抗衡的 也就只有野狼帮了 野狼帮我倒是知道一点 听说野狼帮前身是靖州界内一股烧杀掳掠的马贼 后来几经官府围剿 一部分接受了官府招安 另一部分马贼变成了野狼帮 没想到野狼帮竟然也是在彩霞山 马贼一贯凶狠失血 敢杀敢拼 七旋门对上野狼帮可不一定讨得了好 确实如此 七旋门在和野狼帮的几次冲突中 屡屡处在了下方 但要论富足程度 野狼帮远远不及七旋门 尽管他们控制的乡镇比较多 但他们不会经营啊 所以野狼帮十分眼馋七旋门下的 几个比较富裕的地盘 经常挑起两者之间的冲突 七旋门现任门主 估计也很头疼这件事 所以近年来一直在扩招那门弟子呢 众人正热烈地讨论着 这时 马车上跳下一名四十多岁的瘦削汉子 这名汉子动作敏捷 明显身手不弱 对这里似乎也很是熟悉 大踏步地直奔韩丽所在的屋子 韩三胖也正带着韩丽 从小院里走出去 一见这人立刻恭恭敬敬地 上前失了一礼 王护法 您老人家怎么亲自带人来了 这段时间路上不太平 要加强防卫 长老命我亲自来领人 废话少说 这个小孩就是你要推举的人 是的 是的 这是我本家的亲侄子 还望王护法路上多照应一下 这韩胖子看王护法 神色有些不耐烦 便麻利地从身上 取出个沉甸甸的袋子 隐秘地递了过去 韩胖子 你挺会做人嘛 你侄子我路上 自会照顾一二的 时间不早了 还是赶紧上路吧 马车内的气味 显然并不好闻 这也难怪 本应只能乘坐 十几人的车厢 挤进了近三十名孩童 虽说小孩快头 比成年人小很多 但仍是车内拥挤不堪 韩利机灵地 把瘦弱的身子 锁到了车厢内的边角里 然后偷偷地打量着 车内的其他孩童 来参加入门考察的孩童 从衣着打扮 从出身上看 明显分成了三类人 吴少爷 听说你从小 就练拳脚功夫 那岂不是很厉害了 还行吗 那当然 五少爷家里可是开武馆的 宫馆主的本事 那可是顶尖的 家里又有钱 五少爷当然也厉害了 那五少爷肯定能 顺利通过考验了 唉 我手脚立即不行 恐怕是通过不了了 这有什么好怕的 到七玄门还有好几天呢 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可以指点你一下 谢谢五少爷 谢谢五大哥 小事 那个五少爷是什么人 怎么那些人都围着他呀 小 小声点 那个五少爷叫五颜 那些围着他的 都是镇上长大的小孩 可失了眼了 咱们这种乡下小孩 还是躲着点好 别惹事 哦 八车从青牛镇出发 一路向西飞奔 路途中又去了好几个地方 又接了好几个孩童 终于在第五天傍晚时分 赶到了彩霞山 七玄门总部锁在地 所有的孩子一下车 都被彩霞山的五彩的 落日美景 深深地迷住了 都别傻站着不动 跟上了 彩霞山 原名落凤山 相传古时 一头五色彩凤落在此地 化成此山 后由于来此的人 发现此山在落日时分 美丽异常 犹如彩霞笼罩 便又被人改为彩霞山 彩霞山是静州内的第二大山 除了另一座白蟒山 就属此山占地最广 方圆十几里内 都是此山的山脉所在 此山拥有大大小小的山峰十几个 个个都十分险要 全都被七旋门各个分堂所占据 彩霞山的主峰 落日峰 更是险恶无比 不但齐高陡峭 而且从山底到峰顶 只有一条路可走 七旋门便将总堂放在此处 随后又在这条路的险要之处 一连设下了十三处 或明或暗的哨卡 可称得上是 万无一失 高枕无忧了 寒历一边打量着四周 一边跟着前边的人向前走 忽然 前头的队伍停了下来 王老弟 怎么猜到 可比预定时间晚了两天呢 岳堂主 路上耽搁了些时间 劳烦您老费心了 只见王护法站在人群前 恭敬地 向一位红脸的老者 施了一礼 一改路上的跋扈神色 脸上倒还露出了几分魅色 真是第几批 送到山上的弟子了 第十七批人了 送到清科院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一早 就开始选拔合格弟子 没过关的 及早让他们下山 免得犯了山上的规矩 遵命 岳堂主 走在上山的石阶上 所有的小孩都兴奋不已 但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虽然众人年纪都不大 但却都知道 这里 就是决定自己 未来命运的地方 王护法一边在前面带路 一边面带微笑地 与路上遇到的人打着招呼 可以看出 他在门内熟人很多 人缘不错 原来这就是七旋门啊 真有意思 大家都穿着差不多的清断衣 有的人身上挂着刀 有的人是背着剑 那些赤手空拳的人的腰间 也是鼓鼓囊囊的 不知道里面揣着什么 但他们一定都伸手矫健 有一身不错的功夫 以后我也会和他们一样吗 到了 今晚你们就住在这里 明天再赶路 终于可以睡觉了 是啊 坐了这么多天的马车 背都痛了 睡觉睡觉 我眼皮都睁不开了 臭狗蛋 让你仗着有个铁匠地就欺负我了 看花布 收拾你 使我一剑 让你欺负我 打你 早上起来后 王护法并没有让大家吃早饭 而是直接把众人 带到山下的一片 种满竹子的斜坡跟前 在那里 昨天已经见过的姓岳的堂主 和其他几位不认识的年轻人 已经等在了那里 大家听好 测试从日出时正式开始 从竹林中的小路往前走 可以到达七玄门的炼谷崖 第一段路 是竹林地段 再来是岩壁地段 最后一个是山崖 能到崖顶的 才能进入七玄门 要是正午前无法到达 虽然不能成为正式弟子 但是 要是表现有可圈可点之处 可以收为 济明弟子 济明弟子是什么意思 不管了 反正我就一个劲往前走 保证正午前爬到崖顶就是了 浩力向前眺望了一眼 那是一面不算陡峭的山坡 许多根粗细不一的长竹长在坡上 好像也没多难爬呀 我可不想输给其他人 时候差不多了 准备出发吧 不要害怕 师兄们会在后面护住你们的 不会让你们出危险 浩力回头望望身后的那些年轻人 原来这些人叫做师兄 大概就是以前收的弟子 我先 我先 等等我 我 正在瞎琢磨时 浩力发现 其余的孩童都已经冲进了竹林 见此情景 他也连忙跟了上去 竹林非常宽广 三十余名孩童 一冲进竹林就立刻散了开来 浩力抬起脚步低着身子 慢慢地沿着斜坡 向前迈进 这片竹林看起来没什么 但走时间长了就好累呀 感觉腿越来越重 韩力想看看 其他人是不是也跟他一样走不动了 一回头 看见了跟在他身后的师兄 这个瘦高的师兄 就是在测室里保护我的人吗 他怎么冷着个脸啊 跟在我身后这么久 一点声音都没有 有点可怕 渐渐地 韩力必须用一只手 稍微拉着竹子的精干 好在向前走时少费些力气 这样坚持了好长时间 韩力实在是累得够呛 只好随便找个土堆 以屁股坐了下来 然后不停地喘息着 韩力抽空回头望了一眼的瘦高师兄 虽然地面都焦得很厉害 可这位师兄居然像那些竹子一样的挺怕站立 身上一丝灰尘好像都没有针 眼神 眼神还是这么冷冰冰的 看来是前面 有爬得比我快的人也在休息 我不能久待了 得抓住机会冲上去 泼面倾斜得更厉害了 韩力浑身的力气也是越来越小 为了不会走着走着就站立不住 韩力只能攻下腰 手足并行 幸亏身上的衣服够结实 不然全磨坏了 就是竹子越来越少 不能再拉着竹子往前走了 竹子少了 地面岩石越来越多了 我是不是马上就要走出竹林 到岳堂主书的那个 岩壁地带 一走出竹林 眼前便是一片宽广 正前方是一块巨大无比的山石 上面已经有了几个瘦小的身躯 正慢腾腾地向上攀爬 在他们身后 也都跟着一个个 衣服打扮一样的师兄 韩力当下不再犹豫 急忙往前方的巨石壁跑去 这块巨石的石壁 是一片片一层层的叠肌岩 风化得很厉害 某些地方一碰到就会碎掉 当然也有许多 坚挺着的碎石片 十分的锐利 只一顿饭的功夫 韩力的双手就已伤痕累累 手肘膝盖和衣服也已划破 里面的皮肉被割伤了不少处 即使伤口都很小 但是一些细细的碎石扎渗到里面 使得疼痛的感觉更添上了几分 所以前面几名已经越爬越远了 韩力想到家人和三叔主妇的话 只能暗暗咬牙 又艰辛地往上爬去 入门的测试会很艰难 要是没坚持到底的话 是不可能加入七旋门的 小丽 入学测试很难 你一定要加把劲 一定要进七旋门 别浪费你三叔给你的这次机会 输不输都无所谓了 但是 我绝对不接受我输得这么惨 我非要追上他们不可 韩力抬起头费力地望了望 现在爬在最前面的人是五颜 五颜毕竟比韩力大了不止一岁 还练过一些武功 身体比其他孩子强壮得多 爬在最前面并不令人惊奇 韩力又回头扫视了后方机眼 后面还有不少人影在移动着 韩力吸了一口气 又加速前进 韩力是连吃奶的力气都使了出来 但仍然没有拉近和最前面几人的距离 身子倒是越来越沉重 眼看着太阳逐渐爬到了天空的正中 而五颜却已经攀到巨石壁尽头 那里是一处垂直陡峭的山崖高有三十余丈 从山崖顶部悬吊下了十几条麻绳 麻绳上还打着一个个拳头大的结 五颜现在正攀上其中的一条 慢慢地 一点一点地正在向牙顶移动 我不可能追上最前面的五颜了 天 时间也不够了 这念头一起 突然间手肘膝盖的受伤处就同时传来了火辣辣的疼痛 四肢无力了 抓着岩石的一只手一颤 猛地全身都往下掉 韩丽夏的心扑通扑通直跳 连忙把全身紧紧地贴在石壁上 动也不敢再动 过了一会儿 心中平静下来 便再用手去抓住一块突出的石角 扯了几下 比较牢靠 这才放下心来 韩丽夏一世地回头望了望 见到身后的师兄正半蹲着身子 两手臂敞开 摆出了防护韩丽的姿势 见到他又安全了 这才缓缓地站直了身子 韩丽的心里一阵感激 我要是真的掉下去 前面的星空可就白费了 他稍歇片刻 便又慢慢地向前移动 朝着挂在悬崖上的 一条条粗麻绳爬去 终于来到了其中一条没人的麻绳 太阳几乎已经到了天空的正中 只剩下不到半个时辰 就到正午了 这时 五颜已经攀上了牙顶 正回头往下望 韩丽爬到麻绳底部的时候 恰好和五颜的视线对上 只见他举起手臂 伸出小拇指对着牙下之人轻轻比了两下 接着哈哈一阵狂笑便离开了 这五颜也太看不起人了 不行 我一定要爬上去 此时的韩丽已经全身上下没有了一丝一毫的余力 几乎连绳结都抓不牢了 当他费了好大力气 终于爬上了最末端的一个绳结 一下坐在上面后 就觉得全身上下软绵绵的 连一根手指都动弹不得了 费力的扭头看了看 后面的崖壁处还有一些孩童坐在那里 正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看来和自己一样都用完了最后的一丝力气 看来我太小看这次测试了 还好没有落到最后面 韩丽转头又看到那位冷冷的师兄 他犹豫了片刻后 还是决定奴把劲再向上攀登一些 虽然我在正午之前 应该无法爬到终点了 可是就这么不动 岂不是太难看了 韩丽伸了伸有些僵硬了的双手 拾起了刚刚恢复了一点的力气 慢慢地顺着绳结往上挪动 但是这时 韩丽的双手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 根本抓不住绳子 磨蹭了片刻 他仍然停留在原地 没有再向上挪动一点 又过了一会儿 韩丽只觉腰间一紧身子一清 整个人突然自动地往上升 韩丽转头一看 却是那位紧跟在自己身后的师兄 一手抱着自己 另一手和双腿敏捷地向上攀升 韩丽注意到 此时的太阳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天上正中 我最终还是没能完成这段路程 都那么拼命 怎么还是比不上别人呢 被师兄带着 韩丽转眼到了山崖顶部 崖顶上已经有六名小童盘坐在一旁休息 而五颜正和一位身穿身蓝圆外袍背负着双手 五十余岁的富泰老者说话 岳堂主和王护法都正站在他的身旁 两人身边还站了数人 正一起跟着那些青年师兄 一个一个地将其他较慢的童子送上来 等了一会儿 所有孩童都被送了上来 这时 岳堂主走前一步 肃然地面对众童子 说道 这次合格者共七人 其中六人进入本堂百断堂 正式成为本门内门弟子 另一人五颜 第一个到达山崖 表现杰出 直接保送到七绝堂 学习本门绝技 岳堂主回头望了一眼 穿圆外袍的老者 老者手拧胡须 满意地冲他点了点头 至于其他人 张铁 韩力 两人虽未按时到达崖底 但表现突出 看来能吃得习武之苦 你们二人先在本门 跟几名教习打下根基 半年后再考核一下 合格则正式成为内门弟子 为合格则送到外门 让外门弟子出力 韩力望了一眼 另一名同时站出来 叫张铁的童子 他正是紧跟自己身后 也掉在绳索上 差一点爬到崖顶的人 王护法 剩下之人每人领些银子 全都遣送回家 遵命 王护法踏步而出 攻身领命 把未过关的童子 领下山崖 张军 吴明锐 你二人 把这些过关之人 带到本堂去 把他们分别交与 顾父堂主和李教习 又有两名青年领命走了出来 把韩力他们分成了两组 朝山崖下走去 其中一人 正是那位冷冰冰的师兄 临下山崖时 韩力忍不住看了一言无言 发现 他仍在和那位蓝袍老者说话 没有丝毫要动身的样子 另一名寿长脸师兄 似乎看出了韩力心中的疑问 主动进行了解惑 他和你们不一样 是被送到七决堂的和亲弟子 一旦学生出来 最起码也是个护法身份 还不是仗着有个 当副门主的表姐夫 要不是他有个表姐 嫁给了马副门主 做续贤夫人 不然凭他 年龄都超过了入门要求 还能进七决堂 张军 你不要命了 副门主也是我们 能胡乱议论的人 要是被其他投门听到 你我都逃不了 面壁毁过的成见 这位冷冷的师兄 叫张军啊 原来五言 并非靠正才师学 进的这个七决堂 而是因为门内 有个副门主的亲戚 做靠身 才能毫不费力地进去 走在山路上 这两位师兄心里 都想起了门内 令人感到沮丧的一些事情 再也没有心情开口说话 只是默默地 领着他们往前走 而韩丽等人 更是不敢交头接耳 也许 他们心里 都已隐约地意识到 七悬门和在家中 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在经过一片 茂密的树林时 林子里 缓缓地走出了一位老人 这位老人六十余岁 长得高高瘦瘦 面皮焦黄 却留有一头 长到披肩的白发 这老者一边走 一边不停地 拱着身子咳嗽 看他咳嗽的辛苦样子 似乎他随时都有倒下的可能 令人十分地担心 张军二人一见此人 却没有一点担心的样子 反而急忙走上前去 恭恭敬敬地 对这名老者深师毅力 莫大夫 您老人家好 有什么事要吩咐弟子做吗 张军一反以往冷冷的神情 脸上充满了敬意 对他来说 这名老者比堂主 甚至副门主 更值得尊敬 这是刚上山的新来弟子吗 是的 这些人中有六名正师弟子 两名记名弟子 我现在人手不够 还缺一名炼药童子 和一名采药弟子 这两人跟我走吧 遵命 这二人是记名弟子 能被莫大夫您老看中 是他们二人的福气 还不过来给莫老建立 要是能学到他老人家 一两手医术 是你们二人一生的造化 两位师兄没有 丝毫反对的意思 瘦长脸的吴明锐 甚至大拍起这位老者的马屁 韩丽和张铁 见两位师兄没有意见 自然也没有反对的权利 跟着这位老者 走进了林子 这位老者 带着二人 慢腾腾地 沿着树林中的小路 往前走 东一转 西一转 忽然眼前一亮 一个郁郁葱葱葱 充满生机的翠绿色小山谷 出现在了几人眼前 在山谷的左侧 是一大片散发着浓郁药香味的田院 院内种着许多韩丽 叫不上名字的药草 右侧是十几间大大小小连成一片的房屋 往四周看了看 除了进来的入口 看起来 再也没有其他通道外边的出口了 老者站在几间紧连着的房子前 指了指其中较小的一间屋子 说道 这是神手谷 除了谷内弟子 外人除了生病受伤 一般不会来此地 你二人以后就住在这里 先去休息一下 晚上再来大堂见我 我有话对你们说 你们以后可以叫我莫老 叫我莫大夫也行 说完话 莫大夫便不再理会二人 一步一步地咳嗽着 走进了另一间 比较气派的大屋子内 韩丽是早已疲惫不堪 也不管另一名叫张铁的童子 自己一头栽进房内一张木床上 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起来了起来了 一阵隐隐约约 似乎从天边外传来的叫声 把韩丽从寒睡中惊醒 一睁眼 一张硕大的脸紧紧地凑在眼前 韩丽吃了一惊 把身子往后缩了缩 这才看清楚 这张吓死了人的脸孔的主人 是另一名童子 张铁 张铁把两个还冒着热气的馒头 递给了韩丽 快吃点东西吧 吃完晚饭要去见墨朗呢 你从哪里找到的吃的 山谷附近有个大厨房 我见所有人都在那领吃的东西 并也去领了一份 吃完之后才发现你还没吃呢 所以又帮你领了两个馒头 多谢你了张哥 韩丽心里有几分感动 见张铁长得比自己老成的多 一声张哥不禁脱口而出 没事的 我在家里做惯了的 一会儿不干点什么 总觉得心里有点 有点不自在 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开口说 我别的没有 力气还是有一大把的 韩丽早饭午饭都没吃 也有些饿急了 三五口 一个馒头就进了肚 才一小会儿的功夫 两个大馒头 便彻底地消灭掉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去见墨老吧 看了看窗外的落日 心里计算了一下时间 觉得该去见墨大夫了 便和张铁一起来到了 墨大夫所在的房内 在墨大夫房内 四周墙边竖着一排排的书架 在书架上 排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类书籍 墨拉老 墨大夫背部紧挨着太师椅 手里拿着一本书 正津津有味地看着 完全没有注意到二人的到来 也没有听到二人的招呼声 韩丽两人毕竟都是小孩 见墨大夫不理会二人 便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只好站在一旁干等着 直到韩丽站得脚都有点麻的时候 墨大夫才不慌不忙地 把手里的书放到一旁的书桌上 冷冷地打量了二人一番 便又端起了一杯茶 喝了几小口 这才慢吞吞地开口的 你二人从即日起 便是我的记名弟子 我会教你们一些采药炼药的常识 也许还会教你们一些 救人医人的医术 但绝不会教你们武功 我有一套修身养性的口诀 要教你二人 虽然不能让你们克敌制胜 但也能让你们强身健体 你们如果实在想学几手武功的话 可以去几位教席那里去学 我也不会反对 但半年后 我考察的只是这套口诀的修炼情况 如果不合格 一样会被赶到外门去当外门弟子 你二人可听清楚了 听清楚了 你二人出去吧 明天一早再来 莫大夫冲两人白了白手 示意二人出去 便又拿起那本书看了起来 韩丽出去前 忍不住看了一眼莫大夫手里的书 可惜自己并不识字 只知书名是三个硕大的黑字 他们认识自己 自己不认识他们 走出莫大夫的屋子 韩丽不禁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刚才在屋里不知位上 自己连大气也不敢喘一下 脑子也绷得紧紧的 出来之后就马上轻松起来 自己也恢复了正常 我终于算是七学门弟子了 虽然只是晋明弟子 但总比其他送回家的强 即使我半年后没能过关 也可以成为像三叔一样的外门弟子 在韩丽的心目中 三叔已经是非常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了 所以他心里并没有把半年后的考核放在心上 甚至心底还隐隐地希望自己没能过关 这样就可以早点出山 见到父母和自己最疼爱的妹妹了 在随后的日子里 上午莫大夫传授他们一些医药方面的知识 下午则让他们去一间书屋 同其他童子一起学习十文断字和十二正经 奇经八脉 周身学到方位等武学基础知识 并一起扎马步 打草人 点些基本功夫 一个月后 韩丽二人和其他童子终于分开了 再也没有时间去学其他东西 因为莫大夫开始传授他们二人一套无名口诀 练习这套口诀 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 你们二人谨记 不得把口诀外传他人 如果泄露出去 我就把你们严加惩戒并踢出师门 在这期间 韩丽通过他人之口 对七玄门和莫大夫有了比较详细的了解 七玄门有一位拥有七绝上人敌传后人身份 叫王禄的正门主和其他三位副门主 门内分为外门和内门两大部分 外门有飞鸟堂 聚宝堂 四海堂 外认堂四个分堂 内门有百断堂 七绝堂 供奉堂 血认堂四个分堂 另外还有一个只在正门主之下和其他副门主并驾急需的长老会 那个莫大夫是哪个堂的 莫大夫不属于任何一个堂 他是本门的供奉 他原本不是七选门的弟子 只是在数年前有一次门主在外出时不慎落入了敌人的圈套 被对头率中袭击 身受重伤 生命垂危 身边的众人都束手无策 正好碰上了莫大夫 莫大夫妙手回春 要道病除 救下了门主的性命 门主对莫大夫自然感激不尽 后来知道他除了医术高超外 竟然还有一身不弱的武功 便把他请回了门内 又在山里精心挑选了一个小山谷 专门给他修了这片住宅 让莫大夫安心在七选门落户 从而成了七选门供奉堂的一名供奉 原来如此 莫大夫在七选门的这段日子里 我们这些弟子虽然没见过他的身手 不知道他的武功强弱 但他有高明的医术 救下了不少门内弟子的性命 因此尽管他经常面无表情 言语稀少 我们还是很尊敬他 韩力把体内经脉里的能量流 缓缓地收归丹田 这是他今天一连运行的 第七个大周天循环 他知道 自己的身体已经达到了 能够承受的极限 如果再运行下一个大周天循环 自己的经脉十有八九 会再次破裂开来 自己也就会再一次地品尝到 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 韩力一想到那种经脉 一丝丝破裂开来的痛处 一向胆大的他 背后也禁不住 冒出一丝丝的冷汗 现在 离韩力入门已经过了大半年 记名弟子的正式入门考察 也已在两个多月前就结束了 能够正式加入内门的 记名弟子 只有一小部分 大部分被考察的弟子都没能通过这一关 没通过的就只好背着包裹下山去 等外门弟子了 这些未能通过的童子 大都会被划入聚宝堂和飞鸟堂 其中有杰出些的 估计会受到进一步的训练 才有可能被招入待遇更好的外任堂 外门里待遇最好的是四海堂 可惜四海堂只招收武林道上的成名人物 没有一两招能拿得出手的功夫 那是想也别想了 更别说这些乳秀未干的童子们 韩力一想到 其他记名弟子在两个月前被考察的内容 到现在还有些禁不住的心理发毛 围着方圆十几里的彩霞山脉跑上一圈 紧接着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山林里 互相组队格斗 最后还要在那些武艺高强的师兄们的疯狂进攻下 抵挡住一定的招数 所有的这些测试 令韩力又情不自禁地有了一点 幸灾乐祸的感觉 韩力和张帖没有参加这些令人恐怖的测试 就像莫大夫自己所说的那样 只是测试了一下 他们二人闹套口诀的修炼情况 可是这一关 并不是韩力所想的那么容易过 一直到现在 韩力对当时修炼的情形还记得一清二楚 这套口诀分为数层 我只给了你们第一层的修炼法诀 你们二人只要能在半年内 在第一层的口诀上修有所成 我就算你们过关 就可以成为我的正式弟子 有和七玄门其他内门弟子相同的好待遇 而韩力自从从其他人嘴里知道 内门弟子和外门弟子待遇的差别之后 他就把这半年内谋混过日子 成为外门弟子好回家的念头 彻底地丢掉了 对当时的他来说 与能从七玄门多领些银子 并让人送回家这件事相比 其他的一切都显得不太重要了 因为他原来在家中时 实在是穷苦怕了 知道自己每多领一分银子 家里父母兄妹的生活 就能多好一分 从莫大夫那里得到口诀后 韩力就在屋内不在外出 日夜不停地开始修炼起来 把他自己能用的时间 都花在了这个上面 因为莫大夫没有给他们 任何一点修炼上的指点 韩力只能是自己摸索 自己参考其他童子 修习七玄门基本内功 正阳进的方法 自行参悟修行方法 按照这种修行方法 经过三个月的辛苦修炼后 韩力大吃一惊 我修炼这道口诀的速度 竟然这么慢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也只能在体内产生一丝 微量的能量流 这次能量细微地若有若无 不仔细进行内照的话 根本就发现不了 这大概就是几位 教习所说的那家真器吧 可是听其他修炼七玄门 正阳进的人说 他们体内产生的真器 是一股非常明显的 热乎乎的热流 我体内产生的 却是一股凉器 并且两者运行的效果相比 就差得更远了 其他人运行体内的 正阳进真器后 已经能一拳打断 顽口粗的小数 纵身一跳一丈多高 而我运行的怪真器后 和运行之前相比 几乎就没什么大的改变 唯一的不同之处 就是我的精神 似乎比之前旺盛了许多 胃口也比上山前好了许多 可这有什么用呢 看着其他一同上山的童子 在眼前大展神威 韩丽变得沮丧起来 这个意外发现 差点让韩丽放弃了 自己这数月来的努力 我的资质太差 不可能在剩下的日子里 通过莫大夫的考察 你怎么闷闷不乐的 我修炼这套口 就到现在体内丝毫没有变化 一点真器都没有产生吗 没有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件事情的偶然得知 当然 这种疯狂做法 只是实行了几天就夭折了 原因是他睡眠不足 无法使自己保持白天的修炼效率 莫大夫自从把口诀交于我们之后 就对我们不管不问的 对我们修炼的进度 修炼商的问题从不过问 好像已经完全忘掉了我们的存在 每日里 莫大夫整天都抱着那一本 有三个黑字书皮的书苦读 好像书中真有颜如玉 书中真有黄金乌 一开始 韩丽和张铁甚至以为 莫大夫不打算再做救人扶伤的大夫 而苦读书改考秀才了 后来两人识字以后才认的那三个字 叫做长生经 是一本讲如何修身养性 延年益寿的书 这个时候 二人才恍然大悟 莫大夫不是想考秀才 而是想和河里的乌龟一样 老而不死 活个成千上万年啊 经过近半年的疯狂修行后 韩丽终于站在莫大夫跟前 接受莫大夫的测试 张铁手足无措地紧挨着韩丽 这也难怪 韩丽早已从他嘴里知道 他经过这近半年的修行 在这套口诀上毫无所成 韩丽知道 张铁对着口诀修炼的认真程度 并不下于自己 他虽然比不上自己的那股 不要命的疯狂劲 但在此上所下的功夫并不算少 绝对称得上是兢兢业业 勤勤恳恳了 但奇怪的是 这口诀对张铁没有产生丝毫的作用 无论他怎么在这上面下苦功 都没有产生一丝的效果 看来 这套口诀是和他没有什么缘分了 韩丽的心里也是七上八下 并不怎么踏实 他知道 这次张铁是十有八九 过不去这个考核了 而自己虽然在这上面有了一点点的效果 但是也比他强不到哪里去 自己拼命地修炼 结果也只是让自己体内的奇怪能量流 比以前旺盛了那么一点 如果说以前的能量流 只有头发丝大小 那么现在 他则变得有棉线粗细 可是这样能不能过得了莫大夫这一关 自己心里实在是没点 因此 韩丽也不由地把心提到了半空 有点七上八下 忐忑不安 莫大夫眯起了双眼 坐在太师椅上冷冷地看着这二人 都准备好了吧 把你们的修行成果展现给我看看吧 准备好了 莫大夫慢腾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把那本寸步不离的书放到了桌子上 把手伸出来 运功给我看看 莫大夫一只手抓住了张铁的右手脉门 另一只手放到了张铁的丹田之上 过了一盏茶的功夫 他才把双手从张铁身上收了回来 面无表情地仔细地上下打量了一番张铁 张铁满脸通红 慌慌张张地把双手放到了背后 把头也低了下去 不敢再看莫大夫一眼 莫大夫肯定已经发觉 我在这口诀上没有丝毫地修炼成果 接下来估计就不会给我好脸色看了 令人惊讶的是 莫大夫没有一点想要责骂张铁的举动 只是眼里稍微露出了一丝失望的神色 一转脸来又到了韩丽跟前 该你了 莫大夫照旧一把抓住了韩丽右手的脉门 好凉啊 冷冰冰的 一点也不像是活人的手 莫大夫手上的皮肤有些干燥 还布满了老姐 扎在韩丽的皮肤上 微微地有些刺痛 这是韩丽被莫大夫的手抓住的第一感觉 也许是受到了外来的刺激 韩丽体内的能量没等他动用 就自行运行了起来 顺着七经八脉 通过周身各处穴道 从丹田往头部再往四肢 飞快地运行了一圈 最后又返回到了丹田 这股能量一经运行 韩丽皮肤上的那一点不适 也立马就消失了 莫大夫不禁叫出了声 看来是发现了韩丽体内的那股能量 快 再运行一遍口诀 莫大夫脸上虽然想强染着 不想洗心余色 但眼中那种流露出的狂热神色 还是让韩丽有些恶然 慢慢地来 让我仔细瞧瞧 莫大夫平时一贯冷冰冰的语调 变得急促了起来 把另一只手放到了她的丹田上 韩丽感到莫大夫的双手有些微微发颤 看来她心里非常的激动 便一言又让体内的能量运行了一遍 不错不错 就是这种感觉 这种就是我想要的东西 没有错 不会错的 莫大夫将韩丽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后 便再也忍不住 放了声大笑起来 她双手死死地抓住韩丽的双肩 眯着的眼睛也瞪大了 紧紧地瞪着韩丽 像是在看一件 世上含有的奇珍异宝 目光中 似乎还流露出几丝疯狂的神情 汉丽耳中不停地传来莫大夫的哈哈大笑声 她感到双肩被抓得有点痛 再看到她脸上流露出的疯狂神色 心里不离害怕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好 很好 以后 也要像现在这样努力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 亲传弟子了 她放开双手 又拍了拍韩丽肩头 以示鼓励 莫大夫的脸上终于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 似乎刚才的疯狂举动都从未发生过 只是从她那偶尔看向韩丽的热切目光中 才能觉察到 她现在其实仍然处在兴奋之中 至于你 莫大夫终于又把目光落在了张铁身上 张铁早已经被刚才所发生的事给惊呆了 见莫大夫把话语转向了自己 这才惊醒了过来 想到考核不过 就要被赶下山这个严重现实 张铁看向莫大夫的目光 不仅露出了苦苦哀求的神色 唉 你自制不行啊 这么长的时间 竟然一点东西也没能练出来 做我的弟子实在是有点勉强了 莫大夫不停地摇着头 张铁的心也随着她的摇头 不停地往下沉 从莫大夫的话语中 两人都听出了她不想收下张铁的意思 但突然间 莫大夫似乎想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望向张铁的目光露出了奇怪的神情 可是我刚才检查了你的根骨 另一种心法比较适合你 不知你可愿意跟我学 莫大夫的话风突然一转 竟然有了让张铁过关的意思 张铁一听哪有不愿意的道理啊 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我愿意 当然愿意 可以看出莫大夫的心情现在很不错 韩丽二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都觉得 今天的测试是一波三折 峰回路转 两人竟然都通过了考核 这让他们觉得 很是欣慰 想到这里 韩丽脸上 微微露出了会心的一笑 她和张铁在这大半年里 因为脾气相投 加上出身比较类似 很自然地结成了 无话不说的密友 韩丽缓缓地把盘起的双腿松开 用手揉了揉自己的小腿 长久地打坐练功 使得自己的腿部有些麻木 血脉也有些不大通畅了 多揉了几下 感到腿部的知觉完全恢复了 韩丽这才从垫子上站了起来 习惯性地拍打了几下 身上落下的灰尘 推开实事门 走了出去 回头望了一下自己练功的实事 韩丽略微自我嘲笑了一番 这间屋子完全是用结实的花岗岩山壁掏空制成的 屋门更是用一整块大青石打制 普通人想贸然从门外闯进来 不用开山的巨斧砍皮克一时三刻 休想达成目的 这样的练功境事 除了在七玄门有一定身份地位的门主 长老堂主之外 就连七绝堂的核心弟子也不能随便拥有 这种实事是专门为了修习高深内功的人而建的 防止他们在练功中被外来因素所干扰 避免走火入魔 也不知道莫大夫用了什么方法 硬是叫几位长老同意 在神手谷内的山壁上 也做出了这么一间普通弟子无法享用的实事 这间实事一完工 就由莫大夫指定交由韩丽独自使用 这个决定一出 令韩丽都有些受宠若惊了 莫大夫对我这个徒弟背免太好了 从正式成为他的弟子那天起 莫大夫每天都给我服用几种不同的药物 还用一些不知名的草药做成汤汁 给我浸泡身子 虽然我不认得这些药物的名称和功用 但每当见到莫大夫用这些药时 平时面无表情的脸上 都会流露出一股难舍的神态 我就知道 这些药物确实很珍贵了 这些外力显然还是很起作用的 韩丽的修炼速度明显提升了不少 在前不久终于冲宽成功 炼成了这套无名口诀的第一层 只是在冲棺时 有几条经脉差点破裂掉 受了些内伤 多亏莫大夫医术高明 受损的经脉又不算太严重 加上舍得用好药 才没落下什么后遗症 韩丽受伤后 莫大夫表现得比韩丽自己还要紧张 在整个医治过程中都坐卧不宁 在看到韩丽的伤势终于好转之后 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莫大夫的这种表现 远远超出了普通师徒间应有的情分 令韩丽的心头 无端地生出几次忐忑不安的感觉 要不是韩家除了三叔之外 就再也没人走出自家那片穷山沟 韩丽甚至差点以为莫大夫是自己家的哪门子远房亲戚呢 韩丽走出时事后伸了伸懒腰 这才慢慢地往自己的住处走去 在成为正式弟子后 韩丽和张铁已经搬出了原来的屋子 两人都分别拥有了自己的私人小屋 在经过张铁的屋子时 韩丽随意地瞥了一眼 果然张铁又没在屋内 估计啊 又是居然 在成为莫大夫的正式弟子后 莫大夫仍然叫韩丽 只恋这套无名口诀 没有丝毫传授他其他功夫的意思 也许是为了安慰他 莫大夫倒对他医术方面的传授 毫无保留 并手把手地交代 对他医术方面提出的疑问 莫大夫也做到有问必答 包他满意 并且允许他随意地翻去 莫大夫屋内的所有医术方面的书籍 而对张铁 莫大夫依照自己以前所说的话 传授他另外一套很实用的功夫 张铁所练的功夫很是奇特 据莫大夫所说 是一门很少见的武功 叫相甲功 这门武功据他所说 在江湖上很少有人见到过 许多人甚至连听也没听过 更别说有人修炼了 和现在江湖上流传的普通武功不同 一般的武功修炼过程 都是由意到难 越是练到高层就越是难练 所花费的努力 也是往上翻倍地滚 而这门武功共分为九层 前三层很是好练 和普通武功的难以程度 没有什么区别 到第四层开始 就突然变得艰难起来 并且要承受着许多令人难以想象的痛苦与折磨 许多修炼此功的人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痛苦 就再次打住 修为从此停滞不前 更不要说第五层第六层的修炼 要承受的痛苦是此前的数倍 可是此功只要一突破第六层到达第七层 之后又是一路平坦畅通无阻 只是每月里还有那么几天 要按时经受那种死去活来的痛苦 这些都令那些想要修炼此功的人望而却步 这也是造成此功法现在几乎失传的主要原因 此功如此奇特 到达高层后威力也着实惊人 据说练至第九层的人如同身穿保甲一般 可刀枪不入水浒不进 不要说是长进全进 就连宝刀宝剑也难以重伤于他 更令人眼热的是 练了此功后 普通人还会逐渐地拥有具象之力 到了高层更会力大无穷 能活情恶狼生死虎豹 厉害无比 此功让知道他的人可以说是又怕又爱 除了创立此功的那位高人之外 再也没人能将此功练到第九层 传说 此高人是因为天生没有痛觉 所以才能创出如此变态的武功 并将此功发挥到极致 莫大夫虽然原原本本地将此功的利弊告诉了张铁 可张铁对此功的害处没有切身的体会 也没有把他当做一回事 只是眼缠向甲弓的厉害之处 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修炼此功 并且这项武功似乎很适合他 短短的两个月 张铁就将他练到了第一层的顶峰 最近 张铁为了冲破向甲弓的第一层 在莫大夫的建议下 每天下午都在赤水峰数十米的瀑布下 顶着那从高处落下的巨大冲击力练功 据张铁自己所说 这种方法还挺有神效 距离第二层只隔着薄薄的一层纸 我只要再加把劲就能突破瓶颈了 韩丽慢慢地走出了神手谷 沿着山中的小路 习惯性地向着模模糊糊 可眺望见的赤水峰走去 他现在并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做 这几日之所以每天准点往张铁那里跑 只是想看看张铁在瀑布下练功时 呲牙咧嘴的怪样子 这向甲弓真不是一般人能受得了的 只是区区的第一层 就要承受如此大的折磨 到了后几层 还不得把人练得至少拖下几层皮 估计张铁现在已经有些后悔了吧 这向甲弓的霸道之处 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韩丽一边走一边想着 还漫不经心地 用脚随意地踢着地上掉落的叶子和树枝 等再过些日子 我们就一起向莫大夫求救情 让她改良别的功夫好了 省得受死活罪 韩丽这样想着 她为自己能替朋友 找出一条逃离现在苦难的出路 而感到有些振奋 韩丽抬头望了望路两旁的树木 这个时候 天时已到了秋末 所有树木的树枝都是光秃秃的 小路上堆积了厚厚的一层落叶和枯树枝 走在上面软绵绵的 好不舒服 这时 从不远处的一座山峰上 隐隐地传来了几声兵器的撞击声 不时还掺杂着几声响亮的喝彩 这招品漂亮 好 看招 看好了 听到这些声音 韩丽又忘了望那座山峰 刚有些好转的心情又变坏了 这是摆断堂的教习师兄们 在给新入门的师弟进行兵器格斗的训练 每当韩丽看到其他同门聚到一起 进行十刀十枪训练的情形 心里就有些不是滋味 我也好想拿起真刀 真枪 狠狠地耍上一把 可惜的是 不知为什么 从正式败入莫大夫门下后 莫大夫就严禁韩丽接触这些东西 并且不准他再去其他教习那里 学习其他武功 说是会妨碍他修行口诀的进度 因此 韩丽也就只能干干地眼缠着 偶尔私下里 才能从几个交好的同门那里 借过几件兵刃 捕上几个来回 过把干饮 真是的 我修炼的这道口诀有什么好呢 到现在 我也没看出它有什么用 别的一起入门的弟子 都是伸手越练越厉害 武功一日千里 我去在原地不前 根本看不出有什么变化 就连只修炼了两个月向甲工的张铁 也变得皮糙肉厚更能挨打 力气 也比以前大了许多 可是 若不是被莫大夫收入门下 我可能根本就过不了 两个月前的寄名弟子测试 更别说留在山上 能寄回家那么多钱了 唉 不能学其他的就不学吧 韩丽一边在肚子里抱怨着 一边又在自我安慰 她把目光从远处收了回来 心里头仍在嘀嘀咕咕的 精神就更散漫了 她无神地看着小鹿的两旁 自己都不知道在瞅些什么 突然 韩丽倒吸了一口凉气 神情变得奇怪起来 紧接着 几乎把嘴咧到了耳门子后面 她神经反射般地把身子蹲了下来 用双手死死地按住了自己的右脚拇指 随后又痛得半躺在草丛里 这种突如其来的剧痛 一下子就把韩丽击倒了 她脸色有些发白 一股股钻心的疼痛 时不时地从脚拇指传过来 看来 自己似乎意外地 踢到了树叶堆里的一块 非常硬的石头 韩丽攻起身子 用双手抱住脚脖 一面下意识地 隔着自己脚上套着的布鞋 用嘴使劲地朝着自己受伤的脚趾 大口地吹气 一面在心里暗暗担心 自己是否会伤得很严重 脚拇指是否会一下子淤血肿起来 从而影响到自己的日常行走 过了老半天 韩丽才患过这股痛劲 她把脖子抬起 目光往脚下附近的树叶堆里 四处扫视 想要找出 造成自己受如此大罪的罪魁祸首 四周地上散落的树叶 都是同一个单调的色彩 枯黄色 她根本就无法从那些乱七八糟的树叶堆中 找出想要寻找的目标 韩丽皱了皱眉头 用手在地上胡乱地抓摸了几下 抓起一根比较粗长的树枝 煮着 点起脚后跟 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 然后不甘心似的 用手中的树枝 往四周厚厚的树叶堆里 使劲地扒拉了几下 这时候 一个拳头大小的东西 被树枝挑了出来 韩丽仔细地打量了一下 这个造成自己光荣负伤的圆胸 是一个有着细长颈的圆瓶状物品 瓶子表面沾满了泥土 完全变成了土灰色 看不出一点本来的色彩 原本韩丽以为这是一个小瓷瓶 但是拿到手中发现分量不对 沉甸甸的 非常重 是金属制成的吧 难怪这东西个头不大 却把我的脚装得这么疼 不过 金属做成的瓶子 倒是很少见到 韩丽现在对这个小瓶子产生了兴趣 以时倒把脚上的疼痛忘掉了 她用手搓了搓瓶颈部分的泥土 瓶子原本的颜色显露了出来 绿盈盈得非常好看 平面上还有些精美的墨绿色叶状花纹 顶端有一个小巧的瓶盖 紧紧地封住瓶口 里面不会装着什么东西吧 韩丽用手把瓶子放到耳边 轻轻地摇了摇它 感觉不出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晃动 就又把手放到瓶盖上 使劲拧了拧 但没拧动 这下 韩丽的好奇心更大了 正想着进行下一步动作 突然 脚上传来了剧烈的疼痛 坏了 自己怎么忘了 脚上还带着与此物亲密接触后 造成的不良后果呢 我负了伤 看样子是去不了张铁那里了 还是先回住处 去上点伤药 再好好琢磨琢磨 这个意外得来的小瓶子 想到这里 韩丽为了防止被人看见 也不嫌此物太脏 把瓶子揣到怀里 掉过头 一瘸一拐地往回走去 回来的路上 韩丽没有碰见多少人 只有几个过路的师兄 看见他一瘸一拐地有些惊讶 但也并未对他说些什么 看来没有太多人注意到他这个小尸弟 回到自己的住所 脚上的疼痛更厉害了 韩丽赶紧坐在床沿上 轻轻地把鞋和袜子脱了下来 检查伤势 啊 肿得好厉害啊 韩丽右脚的拇指已经高高隆起 伤处的表皮胀得是又红又亮 像是一个通红的大辣椒 他急忙把手伸向自己床上的木枕 从枕头下掏出一个小药瓶来 这是莫大夫精心调制的外伤药 对淤血 清肿 甚至流血都有奇效 这是他好不容易从莫大夫那里讨来的 本是给张铁修炼像甲工 附了外伤时提前预备的 没想到 自己倒先用上了 一打开瓶盖 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充满了整个屋子 轻轻地把药粉倒在隆起的脚趾上 一种清凉的感觉马上传了上来 真不愧是莫大夫秘制的伤药 马上就见效了 莫大夫的医术真的是没得说 韩丽又找来了块干净的布 把受伤的脚趾包成了一个大包 这才重新穿上鞋子和袜子 嗯 还好 疼痛减轻了许多 他来回慢慢地小走了几步 对自己快速处理伤口处的方法 还是比较满意的 现在 到了处理那个神秘瓶子的时候了 那个造成自己重伤的元凶 韩丽从怀中摸出那个瓶子 又找了块抹布 把它擦得干干净净 这时 瓶子的整个原貌 这个瓶子的体积不算大 用一只手掌就能把它全部握住 比自己的药瓶还要小那么一分 瓶子通体是一种淡淡的浅绿色 在平面上还印着几个墨绿色花纹 花纹成叶片状 栩栩如生 摸上去有一种凸出来的感觉 似是用真的树叶直接镶嵌上去一样 用手颠了颠 很沉 可是此物明显并不是韩丽所知道的任何一种金属 更不是他所知的哪种瓷器 因为用手摸上去 没有普通金属的冰凉感觉 也没有一般瓷器的那种 表面光滑的纹理 当看到那牢牢密封着的瓶盖时 韩丽立刻决定把瓶子打开 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东西 一下 两下 三下 瓶盖和瓶身如同通体筑成一般 纹丝不动 盖子并没有丝毫要被打开的样子 韩丽又一脸拧了十几下 觉得手臂都酸了 可还是没有成功 便停了下来 他甩了甩自己的臂膀 活动了一下手腕 刚才用镜过大 有点拉伤了 他把瓶子又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可惜并没有发现有什么隐秘的小机关在上面 这下 韩丽犯愁了 不打开瓶盖 如何知道里面有没有东西 要是有的话 这瓶子如此奇特 用密封得这么紧 肯定是极贵重的好东西 韩丽用手紧紧地握着瓶子 看着他发了一阵呆 终于决定 让力气比自己大得多的张铁试试看 能否拧开他 要知道 现在的张铁 两只手各能提起数十斤的水桶 并能快步如飞地上下山 现在鼓里的大水缸 都是他每天准时打满的 打定了主意 韩丽走到了张铁屋内挡探 心里期盼着张铁能快点回来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啊 韩丽觉得时间过得好慢 过了老长的一段时间 才听到张铁推门进屋的声音 一抬头 韩丽就看到张铁穿着薄薄的青布衫 浑身上下隐隐约约地冒着热气 满头大汗地走了进来 韩丽知道 这是他刚刚练完功的正常现象 也不觉得奇怪 张铁静见韩丽在自己屋里闲事一乐 还没等到开口说话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韩丽 立马就把瓶子递到了她的眼前 张哥 帮个忙 帮我打开这个瓶子好吗 诶 这是哪里找来的 样子很好看嘛 这东西还真是够结实的 好难拧开啊 这 到底是什么智商呢 不行 我拧不动 要不你去找其他师兄试试 啊 你也不行吗 啊 你的脚怎么了 啊 没事 是 走路的时候踢到石头了 韩丽也不知道为什么 并不想告诉他关于瓶子的实情 也许只是下意识地 把有关瓶子的事情 当成了自己的小秘密 韩丽现在心里很失望 也没有什么精神同张铁闲聊了 询问了他令功的进度 便离开了他的屋子 准备回去自己想办法解决瓶子的事 回到了自己的小屋 韩丽把瓶子立在了桌面上 自己趴到了桌子的一边 用双眼死死地盯着瓶子 同时脑袋瓜子在飞快地转动着 试图想出一条能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来 用工具把瓶子砸开 这是韩丽再三思量后的决定 采取暴力的方法去打开它 这种做法既简单明了又直接好用 但是一想到如此奇特的漂亮瓶子 再也无法保持完整无缺 韩丽就感到心中振振的肉疼 十分的不情愿 如果能有其他的办法打开它 韩丽是说什么也不会采用 如此粗暴的方法的 叫其他的师兄帮忙 也许能打开它 但我心底早已把此物 当成了我自己的宝物 实在不想再让其他外人知道了 再说了 身上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此物的施主 要是知道了瓶子在我这里 把它要回去怎么办 这个小瓶这么漂亮 有趣 我现在是万万舍不得把它送回去的 韩丽现在已经完全被瓶子里装的神秘物品 吊起了好奇心 他虽然知道 这也许只是个空瓶 但他仍愿意去赌上一把 去赌瓶子内装着的东西 会比瓶子本身更有趣 越是这样想 韩丽的心就越是痒痒的难受 他如果不解开瓶子里装着的谜团 晚上都无法睡个安稳觉了 拿定了主意 韩丽偷偷地溜进山谷里堆放杂物的屋子 从众多工具中选出了一个比较重的小铁锤 把它带回了自己房内 回到屋内 他从屋子的角落里找出了半截废弃的硬青砖 又在屋内挑出了一个比较平坦的洼地 把青砖平放在此处 再把瓶子稳稳地横割在了青砖上 韩丽右手举起小锤 锤头略微在空中停顿了一下 然后就果断地落在了瓶子最凸起的部分 平肚子上 因为害怕用力过大 会破坏掉瓶中所装的东西 所以第一下只是轻轻地落在上面 试探了一下瓶子的硬度 看到没有一点裂开的痕迹 韩丽这才放下心来 看样子 可以用大一些的力气去砸瓶子 五分力 七分力 十分力 十二分力 韩丽用的力气越来越大 手臂摆动的幅度也越来越夸张 锤子落下的速度也一下比一下快 甚至最后一下把半个瓶身都砸进了青砖里 可瓶子仍然保持着通体的完整 没有半分会被砸碎的迹象 韩丽惊呆了 他不敢置信地用手去摸了摸瓶子被铁锤砸到的地方 没有一丝杂痕留在上面 绿盈盈的 整个平面仍然保持着光洁 这太出乎韩丽的意料了 这个小瓶绝对是个非同寻常的好东西 绝不会是被人故意遗弃 十有八九 是物主不小心遗失的 说不定 施主现在正在满山寻找此物 我如果想保住此物 就一定要好好地收藏 不能让外人看到此瓶 在韩丽的心目中 只要自己不是主动去偷去抢 从地上捡到的东西当然是归自己所有 要是一般的东西 他也许就还给施主了 可是这瓶子如此神秘 恐怕是那些有钱人家的弟子 或者山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丢的 韩丽对这两种人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 从小韩丽家里就很穷 全家人忙碌了一整天 也常常吃不饱一顿饭 在齐旋门内 弟子如果不愿意吃普通的伙食 可以另外掏钱吃更好的饭菜 他就常常看到那些有钱人家的弟子 奢侈地吃喝 外家这些富家子弟 平常就排斥瞧不起他们这些 从穷地方来的弟子 经常言语讥误辱他们 甚至还起了几次小小的冲突 孩童之间也打了几次群架 韩丽也参与过 可惜的是 他被那些习过午的富家子弟打得鼻青脸肿 接连休息了好几天才恢复正常 至于山上有些身份地位的人 韩丽就更是不惜了 从王护法收取三叔的贿赂银子 到五言依靠马富门主的权势直接进入七学堂 种种事迹让韩丽心目中那些大人物的伟大形象 也破裂得差不多了 对于这两种人丢掉的东西 韩丽不但不想还回去 还想恶作剧般地藏起来 想到这里 韩丽立刻把自己脖子上挂着的一个小皮带取了下来 这个小皮带是他从家里出来时 韩母特意用一块瘦皮给他缝制的 能防水防潮 用来给他装一枚用野猪牙制成的平安符 希望能用此来保佑他平平安安 无病无灾 韩丽松开了皮带口 把瓶子和平安符放到了一起 再勒紧带口 接着又把带子挂回了脖子上 做完这一切后 他往四下看了看 没有人在 他这才挺了下胸 拍了拍自己胸口那微微隆起的带子 觉得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 这时候 他才觉得自己的心里踏实了许多 不怕再出现什么意外 瓶子会被施主找到 并要回去了 韩丽悄悄地把锤子放回了原处 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在神手谷内慢慢闲逛了一会儿 直至天色全黑 才拖着受伤的脚回到了屋里 因为知道韩丽脚上负了伤 张铁就亲自把饭菜端到了他的屋内 准备陪着他一块儿用饭 韩丽看他笨拙地出现在自己屋内 一会儿搬椅子 一会儿折腾桌子 忙活了老半天 总算把一切弄好可以吃饭了 心中啊 不仅有些好笑 但更多的 则是几分感动 两人在桌边坐定后 便一边聊着门内的闲话 一边开始往嘴里塞食物 并时不时地交流起 一说起向甲公 张铁就郁闷地直翻白眼 现在的张铁对向甲公 简直有点谈虎色变 他虽然只是修炼了第一层 但已经被莫大夫 折磨得叫苦连天了 我每天不但定时定点的 要泡些难闻的药汁 莫大夫还会时不时 用木棒敲打我 说是要淬炼我的筋骨 之前有段时间 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浑身上下都是红肿的 一碰到床就疼得 呲牙咧嘴 简直跟噩梦一样 那你也太惨了 我练的那个功 也是很枯燥的 枯燥算什么 你练的那个无名口诀多好啊 每天只要像和尚一样 打坐念经就行了 太让人羡慕了 算了 都不容易 张铁对向甲公 后几层的恐惧 韩丽还是能理解的 任谁知道 此后还要经历 彼此前厉害数倍的折磨时 他都会坐卧不宁 寝室难安的 张铁能坚持到现在 没有放弃 这已经让韩丽大为崇拜了 如果换作是他 他是说什么 也不会练这种自虐的武功 即使能够让他一夜之间 成为一流高手 也是一样的看法 二人说着话的功夫 晚饭就吃得差不多了 我先走了啊 你早下休息 好尽养脚伤 韩丽站在门口 目送对方离开后 就急急忙忙地回到屋内 关紧门窗 只留下一盏换气的天窗 没关上 这才从袋子里拿出瓶子 又研究了起来 韩丽毕竟只是个 十来岁的孩子 折腾了一会儿 看着没有什么头绪 就有些厌倦了 再加上脚上还有伤 精神也有些疲倦 便在不知不觉中 手拿着瓶子 倚在床边 浑浑地睡了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正睡得香甜的韩丽 突然感到一股冰冰的感觉 从一只手上传了过来 韩丽一机灵地 打了个冷战 勉强睁开 已经变得沉重万军的眼皮 迷迷糊糊地 向自己做怪的手望去 这一看 他便呼地一下坐了起来 嘴巴张得大大的 连口水从嘴角一边流了出来 都没有注意到 他再也没有丝毫地睡意 被眼前的景象 彻底地震住了 一丝丝肉眼可见的白色光芒 通过屋子里围开着的天窗 从天而降 全都聚集到了 手里握着的瓶子上 形成了一颗颗米粒大小的 白色光点 让整只瓶子都被一层薄薄的白色光芒 团团围住 这白光非常的柔和 一点也不要眼 而那种冰凉的感觉 就是从这淡淡白光中传过来的 韩力猛然惊醒过来 烫手般地把手里的瓶子 甩到了一边 自己则连滚带爬地躲到了另外一边去 韩力警惊惊地观察了一会儿 发现 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危险 这才又小心地凑了上来 在白光包围中的瓶子 也不差 聚精会神地盯着白光中的瓶子一刻多钟 终于叫他发现了其中的几分奥秘所在 这个瓶子正在透过他的表面 不停地吸收着游荡在附近的白色光点 不 不是吸收 是这些光点在拼命地往瓶子里挤 一个个争先恐后 似是活了一半 韩力有些好奇 用手指间轻轻地触摸了其中的一颗 感觉凉凉的 除此 就再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特别之处 韩力抬头看了看 一道道白色光丝 仍在不停地从天窗上往下掉 没有丝毫要停止的样子 韩力看了看四处封闭着的门窗 又望了望上面打开的天窗 他灵机一动 把门轻轻地推开 探头探脑地往外瞅了瞅 还好 现在已是深夜时分 除了几声咕咕的秋虫声外 外面都是静悄悄的 私下里一个人也没有 韩力把头缩了回去 转身一把抓住小瓶 把他装进皮带 然后飞快地跑了出去 一直跑到了一个 僻静无人的空旷之处 这才停了下来 韩力往四周扫尸了一番 确定真的没有其他人在这里 这才小心地 把瓶子再次取出来 又轻轻地放到地面 原本瓶子附近的光点 在他被装入皮带后 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但韩力并不担心 果然 过了一小会儿 光丝从四面八方汇聚过来 接着数不清的白光点 密密麻麻地浮现在了 小瓶子的周围 形成了一个脸盆大小的 巨大光团 看来 我的假设是正确的 封闭的门窗 阻碍了瓶子对白光丝的吸引 只有在广阔无遮量的地方 瓶子吸引光丝的能力 才能更好 瓶子所能形成的光团 也才会更大 虽然不知道这些光丝 是从哪里来的 瓶子吸入这些小光点 又有什么用 但这距离击开谜底 应该算是进步了一大步 韩力觉得 自己就快要解开瓶子的秘密了 这是她现在格外的兴奋 一直等到天色快要发亮 瓶子周围的光芒 才渐渐消去 恢复了她的平静 在这段时间里 韩力在一旁一面观察着瓶子的变化 一面还要时时留心 别被其他人发现了这里的一切 她俯身捡起了瓶子 检查了一下 和以前比并没有什么不同 瓶盖仍是死死地打不开 韩力失望了 但见天色不早 只好不情愿地把瓶子收了起来 她还要赶回时室 去打坐练功呢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每到夜里的一定时辰 瓶子都会发生相同的异象 无数的光丝 如同飞蛾扑火 被瓶子吸引而来 接着又变成大量的小光点 被瓶子贪婪地吞噬着 正当韩力以为 这种现象将在瓶子身上 每天持续发生的时候 第八天 却出现了其他的变化 当韩力来到老地方 把瓶子取出放好后 这种吸收光点的现象 竟然只维持了短短的半刻钟 就停了下来 接着瓶子身上的墨绿色花纹 突然发出了耀眼的绿色光芒 并在瓶子表面 浮现出了几个金黄色的文字符号 这些奇怪的字符 结构柔顺笔画奇特 有一种说不出的上古韵味 包含其中 并不停地在平面上闪烁游动 可这一另类的现象 也就只持续了一刹那 便消失了 只在平面上留下了几个 凸出来的金色怪字符 似乎所有的事情 又回到了发生前的起点 经过这几天 在瓶子上发生的怪异之事 韩力对这些怪现象 已经不再像刚开始时 那么大惊小怪了 在瓶子上发生 比这更奇特的事情 也不会再令他有多么的恶然 他大大咧咧地拿下了瓶子 下意识地去试着打开盖子 没想到 竟然轻轻地 毫不费力地 瓶盖从瓶子上取了下来 韩力吃惊地望着手里的瓶盖 真不敢相信 就这么毫不费力 一点技巧也没花 我就把这个难题 这个好几天都没能解决掉的大困扰 给这么轻易地解决掉了 等到韩力确认 眼前发生的事确实是真的 瓶子的秘密已经放到了 自己的眼皮子底下 他是再也安耐不住自己心头的激动 把眼睛凑到了瓶口 往里头望去 只剪瓶子里面 一滴黄豆那么大的碧绿色液体 在里头缓缓地移动着 把整个瓶壁都映成了绿盈盈的一片 这是什么 费了这么老大劲 只得到这么一个无趣的东西 他灰心地把瓶盖封好 收进皮带 转身往住处走去 刚才那股子激动兴奋劲 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了 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回去好好地睡一觉 补回睡眠 这几日 他每天晚上都未能好好地安睡 使他白天练功的效率大大的降低 再加上精神不振 也已引起莫大夫的一些询问 自从韩力成为了莫大夫的亲传弟子 并突破口诀的第一层后 他总觉得自己没有了练这口诀的动力 何况 这口诀修炼后的效果 令他如此不满 让他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修炼了 为此 莫大夫曾狠狠地训斥过他一顿 可是一到修炼时间 他仍旧昏昏欲睡 无精打采 是一点精神也没有 这种情形 让莫大夫有些抓狂 认为自己是不是收错了人 我又不想这样的 可是实在不在状态啊 没把这口诀修炼提高一层 我就把每月该发给你的银子 再提高一倍 莫大夫看出了韩力 对钱财的渴望 从根子上找出了解决的办法 一声简简单单的话 就把他绑在了拼命修炼的战车之上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韩力为了炼成下一层口诀 而拼命地修炼 每日里 从早上到中午 从中午到晚上 一天两次进入时事修炼打坐 过着这种枯燥单调的生活 把其他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 莫大夫为了能让他专心修行 不被外界的事情打扰 把整个神手谷都暂时对外封闭了 连看病治人都在谷外进行 日常的衣食用度 更是不让他操心半点 瓶子的事情 就这样 简介 秋去东来 春过夏至 一晃四年过去 韩力已十四岁了 他长成了一个皮肤有黑 沉默坚毅的乡村少年 只从外表上看 他和其他普通农家的 务农少年相比 没有什么区别 不惹人注意 既不英俊潇洒 也不风流倜傥 每天只在时事 住处 住处时事两者之间穿梭 偶尔再去莫大夫那里 学点医术 再在他房内 翻翻看其他各类不同的书籍 就这样 整个山谷 成了他全部的天地 他的口诀 也水到渠成地 修到了第三层 莫大夫对韩力 能把全部时间 用到修炼上 感到很满意 但 他对韩力 无名口诀的修炼进度 仍然嫌慢 这几年 莫大夫的病 似乎更加严重了 每日咳嗽的次数变得频繁 咳嗽的时间也更长了 随着他身体状况的恶化 莫大夫对韩力修炼的进度 似乎也是更加关心 他非常重视韩力 不但按约定发他的言字 比一般弟子多得多 平时看向他的目光 也十分奇特 就像是在看一件西式珍宝 爱护万分 但 口诀炼制第三层的韩力 感官变得十分敏锐 他才不经意间发现 在这些亲切关怀的目光背后 还偶尔掺杂着一丝 令他不安的贪婪 渴望的神情 这些神情 令韩力有点毛骨悚然啊 总觉得 流露出这些神情的莫大夫 看自己是像在看一件东西 我能有什么 被莫大夫想要的东西吗 没有吧 当然没有 我想什么呢 肯定是我练功练得有点过敏了 居然在暗地里付匪莫大夫 实在是有点忘恩负义 可是他自己也不知为什么 在他心底下最隐秘的地方 还是存了一分对莫大夫的防范之意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种防范之心就更加强烈了 现在有一个重大问题摆在了韩力面前 他遇到了练功的平静 而且更糟糕的是 这几年韩力大量的修炼吃药 莫大夫手里珍贵的药品 已所剩无几了 很明显 韩力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 没了药物的辅助 他修炼的进度彻底停滞了 这让韩力面对莫大夫时 很是惭愧 莫大夫几乎把他全部的心血和家当 都用在了自己身上 为自己创造出最好的修炼条件 而自己却无法达到他的要求 真奇怪 莫大夫武功这么高 为什么好像无法查知 我修炼的详细情况 只能从给我把脉中 得知我进度的一二 这些日子里 他一直不知道我面临的困境 内心不安的韩力 终于向莫大夫坦言了 自己的修炼情况 师父 我的修为停滞了 在口诀上 我已经有一年没有提高了 我要下山一段时间 去找点药材回来 你在山上抓紧练功 我要放松口诀修炼 好 隔了两天 莫大夫带着行李和采药工具 独自离开了七旋门 在他走后 整个神手谷 就只留下韩力一人了 另一位师兄兼好友张铁 在两年前炼成像甲工第三层时 就突然消失了 只留下一封告辞 要去闯江湖的书信 这在整个七旋门 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 后来听说 是莫大夫出头求情 这才没有连累到他的推荐人和家里的亲戚 这让韩力觉得太突然了 难过了好几天 仔细想想 隐隐觉得不大对劲 但他人小言微 也没人询问他 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后来韩力猜想 张铁木不是害怕向甲工第四层的修炼 所以才偷偷地溜掉 在谷内修炼了几天却毫无进展 韩力打算换换心情 于是就在彩霞山内闲逛了起来 早在这些既熟悉又有几分陌生的山路上 韩力的心里有一点点感慨 这几年间 为了练功 我如同坐牢一般 没有走出小山谷一次 估计外面的那些同门 也早就把我这个师兄弟 给忘得一干二净了吧 为了避免无谓的麻烦 韩力干脆只挑阳长小路 往僻静的地方走 避免了人多嘴杂的去处 看着这些与谷内截然不同的美景 听着叽叽喳喳的各种小鸟的叫声 一时间所有的烦恼都抛到了脑后 突然一阵阵兵器撞击 众多人贺骂驻威的声音 从一处比较隐蔽的山崖处 隐隐约约地传了过来 这么偏僻的地方 这么多的人聚在一起 还有这么火爆的声响 哇 好大的场面呀 在这个被树木完全遮挡住的山崖下面 足足有一百多人正围在那里 这片不太大的地方 给这么多人挤得满满的 甚至在附近几棵较大的树上 也有几个人正站在树枝上 在那儿眺望着 在这么多人围着的圈内 有两拨人正充满敌意地对峙着 左边的人较多 有一二十人 右边较少 有六七人 韩丽发现 所有这些人 不管是围观的 还是站在场中的人 年龄都和自己相仿 都只是十几岁的模样 真是巧啊 在这么多人中 他轻而易举地认出了几个相熟的老面孔 韩丽爬到了一棵树上 对下面的熟面孔进行了大点名 万金宝 张大鲁 马云 孙丽松 王大胖比以前还要胖 真不愧家里是干厨子的 好吃好痒啊 这个人是 是刘铁头 以前是个黑探头 现在 竟然变成了个小白脸了 在两拨人正中间 有两名赤手空拳的少年 正在鄙视拳脚 一人体态肥胖 但下盘平稳 拳打脚踢之间孔武有力 正是韩丽以前结交的好友 王大胖 别看王大胖身体肥胖 身手可并不弱 随着口中的吆喝声 每拳打出 并扯带起呼呼的拳风 是威风凛凛 另一人却是个矮个子 动作敏捷如同零鼠 他并不去招架王大胖的拳头 只是一味地飞腾挪移 看来是想耗尽王大胖的力气 在上演绝地反击 借有好友在场上和人动手比试武功 韩丽心里自然是倾向于朋友的 看了一会儿 见王大胖仍然保持着迅猛的势头 韩丽虽然不会什么武功 但也知道 她一时半会不会落败 便把心放了下来 她往四处瞅了瞅 想找个人问问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看到离自己这棵树不远的地方 一块岩石边 有一少年一边看一边用手比划着 嘴里还孤孤囊囊的 挡着她头部 踢她的腰 差一点点 踢着她屁股 使劲点 听她的口气 好像是站在王胖子这一边 这位师兄 上场的人你都认识吗 他们为什么打斗啊 那还又问吗 我小算盘又不认识的人吗 他们当然是为了 你是谁啊 我怎么从未见过你 刚入门的 不对 还有大半年新弟子才能入门 你到底是谁 在下韩丽 是场上那位奋勇无比的 王大胖的好友 王大胖的好友 他的朋友我都认识 没你这号人哪 这几年 我在一个地方闭关 好长时间都没出来了 你不认识我也很正常 是吗 你也是四年前进来的弟子 真没想到 山内还有我这个万事通不认识的人 这人瞥了一眼他所穿的衣服 看起来相信了韩丽所说的话 接着和韩丽闲聊了几句 就忍不住向韩丽 道出了这场鄙视的缘由 这位师弟啊 你是不是知道 这都是红颜祸水啊 这要从两个人说起 一个呢是叫王漾的 他是王大胖的堂弟 一个呢是叫张常贵的 是某钱庄老板的儿子 两人都是七玄门的弟子 不过一个是外门弟子 一个是内门弟子 这两个人虽然住在 同一个镇子上 但原本不会交织在一起 这一切都是由 另一个女孩引起的 女孩 对 这名女孩是 另一处镇子上的人 从小就许给了王漾 但前段时间 这女孩一次外出时 被回家路过的 张大公子看上了 结果在张大公子的 金钱攻势下 女孩连同他的父母 都沦陷了 人就改许给了张常贵 王漾的聘礼 也给退了回来 女方闲贫爱妇 改许他人 这事给了王漾 很大的打击 而王漾也早已 迷恋上了这个女孩 知道萧继后 整日地要死要活 最后没想开 竟然跳河死了 竟然是这样 所以王大胖 就来找张常贵的麻烦了 对 王大胖从小就和他 这个堂弟要好 听了此事 当人不肯罢休 找上张常贵 要和他进行决斗 输的人 要向对方侦查失礼 磕头认错 那这也该是 两个人的决斗啊 怎么现在 这么多人都参加了 还不是因为张常贵 张常贵虽然心高气傲 但自知武功 比王大胖差了一点 便要求朋友 也可以参加 要多比几场 以总的结果定输赢 王大胖一口就答应了 张常贵仗着钱多 大把地撒银子 到处找同门 富家子弟中的好手帮忙 王大胖虽然没钱 但在同门中人缘很广 结交的中下层朋友也很多 也有许多武功不错的人 自愿帮忙 结果啊 有许多听到他们 鄙视消息的同门 也前来观看 助威 就这样 形成了立场鲜明 从这名少年的口气中 韩丽听出来 现在富家子弟 和中下层子弟的矛盾 似乎是更大了 一场比试 竟然引来这么多人的观看助威 你也是帮王大胖的吧 要是他们不守规矩 我们一起上 打得他们这些少爷们 屁滚尿流 让他们再也不敢欺负我 好啊 韩丽一听 忙回头向场中望去 原来 王大胖的对手 最终还是没能等到最后 一时没能避开 王大胖肥大的拳头 被一拳打在脑门上 倒地昏了过去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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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部分人 脸色则很是难看 王大胖一脸的得意 冲四周 抱了下拳头 然后撅着大屁股 一摇一摆地 回到了他自己的那一方 完全不见了 刚才鄙视中的狠劲儿 张常贵那一方 也走出了两人 把昏倒的弟子 拖了回去 接着 双方又各走出一人 一人拿刀 一人拿剑 这两人 看来也是火爆的脾气 也不说话 抡起手中武器 叮叮当当地 就打了起来 只见两人之间 刀光剑影 辗转腾挪 两把兵器 被捂成了两团寒光 不时碰撞在一起 难分上下 韩丽看了一会儿 没能瞧出个 一鸣二白出来 只是觉得 两人之间 打得非常热闹 好看 也看不出 哪些是高招 哪些是败招 至于谁更高明一点 就更不是 他这个门外汉 所能了解的了 韩师弟 不知道你是在 哪位师叔门下休想 现在闭关出来 想必功力大尽了吧 我几年前 被一位供奉大人 看中说为弟子 具体是哪位供奉 我就不好提 他老人家的名讳了 是吗 韩师兄可真是走运啊 以后在门内的地位 一定很高 前途远大 希望有机会的话 师兄能多提携一下小弟 韩师兄一看 就不是池中之物 日后飞黄腾达 定不在话下 此人长得黑黑的 一脸的笨样子 怎么也有供奉 收他做弟子 我这么机灵透顶的人 怎么就没有大人物要呢 小算盘心里暗自嘀咕着 脸上的神情 却更是恭敬了 韩丽听他说话的 口气大变 自己也从韩师弟 一下变成了韩师兄 亲里有些好笑 韩丽一边暗自苦笑着 一边还若无其事地 听着小算盘的奉承话 嘴里还时不时地 和他应和几句 韩师兄武功高强 如果肯下场的话 一定能打得那些使剑的人 落花流水 一定能 小算盘一面巴巴地 说着好听的话 一面还分心去仔细 观察韩丽的一举一动 真奇怪啊 供奉的弟子应该内功身后 身手不弱 可我怎么就瞧不出 此人的身强啊 这人太阳学技 没微微凸起 眼中也没精光外露 怎么看都是一个 不同武功之人呢 分出胜负了 小算盘吃了一惊 把目光转回到场中去 果然 使刀之人已把刀丢到了一旁 一只手臂在呼呼地往外冒血 另一只手则紧按着伤处 满脸铁青 看来 败得并不心服口服 这也难怪 这两人武功都差不多 只是刚才一不小心 中了对手的诡计 才奇差一招 败了下来 小算盘看到这里 是一脸的惋惜之色 可惜啊 可惜 到底怎么了 有什么可惜的 这场比试 如果王大胖那方的人赢的话 就剩了三场 最后一场就无需再比了 可惜啊 还是没赢 不过没关系 现在就剩最后一场 王大胖这方出场的人 是我们这批弟子中 武艺最高的人 一手奔雷刀法 刚猛无比 能碎石断金 能看到丽石兄的拿手刀法 我也算没白来 不论张常贵这方派谁出场 我们都赢定了 已经到最后一场了吗 这位丽石兄是谁啊 我怎么不认识啊 这时 从王大胖那方 走出一个神色冷酷的少年来 这少年手拿一把 寒光四射的长刀 一步一步地 走到了场中央 然后一言不发 闭起了双目 丽石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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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石兄很出名吗 是什么来历 你连丽石兄都不知道 我不是闭关了好几年吗 对对对 我把这事给忘了 我的记性真不好 总觉得七权门里 不可能有不认识丽石兄的弟子 把韩石兄 你闭关的事给忘了 可以给我讲讲这位 丽石兄的事吗 当然可以了 不是我小算盘给你吹牛啊 丽石兄的事迹 不但我们这些年轻弟子 知道的一清二楚 其他的年纪大些的师兄 也都知道不少 这位丽石兄啊 也是四年前上的山 他当时没能一下子就过关 就成了一名记名弟子 但是在半年后的测试中 他不但在所有的项目中 都拿到了第一 还在最后和师兄们的对抗中 成了唯一一名 撑过了三十招的人 这个记录啊 打破了以前 所有记名弟子的测试成绩 引起了不少上层大人物的注意 经过检查 结果令人吃惊的是啊 丽石兄的根骨只是一般 成长潜力也有限 这个诊断啊 让人觉得可惜 也因此没被哪位高层人物 收为弟子 再经过两年的基础训练后啊 他只是败在了一名 普普通通的护法门下 只学到了几套普通的武功 风雷刀法 就是其中一门很平常的 七玄门的中层武学 唉 如果到此为止啊 丽石兄也不能算是传奇 只能说是虎头蛇尾 但其后不久 他就凭借这套不起眼的 风雷刀法 竟然在来年的 小一辈弟子大教计中 大放一载 一举冲入到了前十六名 是所有新入门弟子中 唯一一名名列前茅的人 这件事啊 又让他再一次成为了 门中的焦点 在随后的各种比试中啊 李师兄每次都勇猛无比 锐不可挡 都拿到了很高的名次 为我们这些新弟子 长了不少脸面 在去年的大教计中啊 更是一举拿下了第三名 要知道啊 排在前两名的 都是入门十几年的弟子 虽说是小一辈弟子 但也二十七八了 光是内功火候 就比他深了许多 许多弟子都认为啊 要是李师兄和他们 内功一样强的话 第一名绝对是手道擒来啊 就这样 李师兄再一次 受到了上面的关注 被指明派出山外 参加了不少 重大的门外行动 当其他新弟子 还在门中苦练武功时 他就已经开始 替七玄门 立下不少功劳 在江湖上有了 立虎的赫赫名声 听说他还即将 被特立允许进入七绝堂 去修炼更高深的武功呢 如果所有的事情 都是真的话 那这名立师兄 还真是不简单 凭着记明弟子的身份 竟然能拼搏出 如此的成就 连我都有些轻佩的 张长贵那一方 在经过大半天的推诿后 终于有一名弟子 硬着头皮走着出来 这名弟子看起来 武艺也是不弱 从腰间拔出一把 明晃晃的软件来 这把软件 只有拇指粗细 柔软无力 一看就知道 不是一般平庸的人 能用的 立师兄感到 有人到了跟前 缓缓地睁开双目 眼中神光十足 如同晴空里 响起的一声霹雳 震得全场人 耳朵都嗡嗡直响 对面之人 也被震得抖了一下 脸上露出了 惶恐之色 随着赫声出口 长刀已经摆动 一流刀光闪动 连环数式运转 差时幻化成 十多片刀影 将对手围在了刀王里 这人倒也激进 虽然有些慌乱 但软件飘忽不定 刁钻阴毒 我可以看你了吗 就会看你了吗 我可以看你了吗 对面的